基隆的海藻 然后还有基隆的墨鱼 然后还有以前 基隆最多的咖喱面 所以我把它做成煎饼 然后还有煎虾 将基隆要塞司令部教官眷设 当时流行的特色美食咖喱饭元素 融入煎饼中 这是基隆知名烘焙方开发的海滋味伴手礼 其中用复古的布包包装设计 很受基隆市长留场肯定 跟Jimmy讨论说 纸袋的话到底环不环保 那如果今天我们是改用布包的话 再来我们回家包便当 或者是做一些卫生纸盒的装饰 都可以再来应用 好漂亮 颜色虽然是那个有海鲜的 然后有这个应该是有一些 虾子 虾子 这是虾子 包括我们屋顶的元素 以建用药塞司令官邸建筑造型元素设计的 创意冰品组合新吃法 则让人大为惊艳 希望有一款产品是可以带着走的 然后边走可以边吃的 所以我们开发这几款呢 就是它有个承接的盒子 像这一款是有企鹅的 我说说有个企鹅 为什么企鹅 因为在海边吃冰是一件很企鹅的事情 然后这一款是搭配了一些甜点马卡罗 然后它上面都是用日式的抹茶的口味 然后这一款是特别跟这个官邸 然后配合的是它外面有一个浴缸 然后我们就叫做浴缸抹茶丁 所以它是跟浴缸的花纹是一样的 蛮复古的蛮有意思 还有一药塞司令官邸 为哨所作为发想 开发出的沐浴药塞司令手工罩 以及从正兵渔会大楼的随产理念出发 与基隆在地设计师吸手合作的 永续包装伴手礼盒 还有续秋指挥所记忆中续日及序幕印象的 两款风味精亮啤酒 这是2021基隆好物文创辅导发表会现场 这五款结合文职打造的 吃用冰海醉在地文创伴手礼 不但具有文化深度及创意 更注重友善环境的环保精神 台湾第一个以历史现场 作为文创品牌的一个新的出发点 它其实是结合了基隆非常多的 在地的一个商品跟一个设计师的合作 我们不只只有把产品文化之厂化跟设计化 其中我们非常重要一点是 我们还关心永续海洋的事情 在这个用的基隆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用的是可以再生更环保的一个材质 基隆市长牛昌表示 这几年基隆已经从服务货的港口 推变成服务人的港口及城市 打造新的基隆城市品牌异象 加上城市空间或是文化的场域 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文元素跟内涵 更展现基隆丰沛的文化力 这个其实就是基隆在城市的这个品牌上 我们正走在一个城市品牌的建立跟塑造的过程里面 那这些不同的元素 不同的场所 还有不同的商品 其实都在慢慢的打造跟建构 基隆城市的这个新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们今天 虽然是一个文创商品的一个发表 那跟分享 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打造一个新的基隆的意象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这五款文资创意伴手礼 将一同参与2022基隆城市博览会 希望让民众未来造访基隆 不仅可以亲身体验古迹建筑的文化之美 同时也可以将历史现场一起打包带走 基隆好物 欢迎来买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